大家好 歡迎收看隨直晚的天氣報告 我是梁欣宇 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可以見到 一度廣闊的雲帶 今天覆蓋著華南沿岸 我們下午在學祖的鏡頭看出去 都可以見到天上比較多雲 我們在雷達圖上都可以見到 不時有些雨區在我們西面和北面生成 甚至是影響本港 因為今天比較多雲的關係 今天各區的最高氣溫 就是介乎13至15度之間 我們預計冬季季後風 會在農曆的新年假期 繼續影響本港 我們見到綠色、藍色 代表著清涼和寒冷的天氣 會繼續影響沿岸地區 同時也會見到 今日的氣壓梯度影響著華南沿岸 在封場預報圖上都可以見到 我們預計未來一兩天風勢會比較大 偶爾會吹一些強風 而且同時我們預計 這裏廣闊的雲大 會在未來幾天繼續影響本港 或是帶來藍綠色 代表著有雨的天氣 所以今晚和明天的詳細天氣預測會是 多雲、有幾陣雨 今晚和明早會是天氣寒冷 市區最低氣溫大約在12度左右 新界還會再低2、3度 明天的最高氣溫大約在15度左右 風方面會吹和換之清淨的北至東北風 明天離岸為間中吹強風 至於展望方面 我們預計年初二和年初三 會是有幾陣雨 天氣會是清涼 而去到本週後期 天色會是好轉 早上會是寒冷 但留意日夜溫差會比較大 市民農曆新年假期去拜年的話 就記得注意保暖和戴上把傘 祝大家苦年 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再見